只有三归一 五届三归一 八观哉届三归一 现在是出家三归一 要生起这个种子在你心里面了 在你心里面了 所以我问各位 各位未来是有姻缘 要不要蒸发心出家 对了 这个就借题 你有这个动机了 所以 就像各位发言人说 我无论如何 最后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对不对 那就没问题了 不要烦恼 不要烦恼 看不懂了就跳过去吧 做可以做的 不要烦恼 去做那个不会烦恼的事情就好了 烦恼了就不要碰它 烦恼就是大家没资格就不要碰它 回向就好了 你要很简单的去作业 所以这样 当然念的是尽行寿 想的是尽未来寄 带的是所有众生 愿它们大家都皈依 这个时候你要观想 所有地球的人类 通通出家了 好不好 这个叫中品净土 中品 对不对 然后呢 上品净土 从中都发到菩提心 为的都是众生 为的不是我自己 不要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懂 我自己吸 我自己学什么 我自己拜什么 那这个就忘了这个大乘佛教的意义 各位养成习惯 经过一棵树 就跟树说话 树神 树精 树旁边的众生 树上的蚂蚁 你都要对它好 跟它说话 用心 再给它 它喜欢的东西 你要开始养成这个 空性的习惯 土地神 万事万物 人类有情 都要跟它解善缘 都要服务对方 再来要 批一 如等既以出家 当一出家法 修出家行 当一良师 学习正法 所以修行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要依止真正的善知识 来修学佛教的正法 勤求解脱 切莫作恶破戒 烂物生伦 所以只要你手上带着炼珠 你就是代表佛教徒 你就应该守规矩 在人前人后 表现一个很好的态度 因为修行是一种修养 修养 各位 你偶尔要照照镜子 为什么 你的眼神好吗 你的微笑 庄严吗 不能一副烦烦烙的样子 一副放逸的样子 不像修行人 所以各位这两天 穿个短卦 中卦 这是个修行人 走路啊 讲话啊 都要 非常的 重视自己 就像你穿个新娘衣服一样 就像各位 拿个死供养 在走路一样 你要时时刻刻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要 随时注意自己的身口意 眼神 讲话 等等 所以 切磨 照耳业 以免 至争苦业 要增加 将来生死轮回痛苦的业障 长记词语 以致彻寝 要随时记得 包括洗澡也好 我发现有时候 我记得以前我刚出家 他们洗澡还会唱世俗的歌 一洗澡就忘了 一开车 一开车就放音乐 那就忘了自己是修行人 有时候各位你的车子载修行人 你就不要放音乐 但很多人还是照放 甚至我们在八观宅节上去 他就在唱歌 还要给他提醒提醒 这些就是一个习惯 非常小心 包括你在 你做个修行人 部分在家说 开车一定要守规矩 守规矩 因为人家就觉得 甚至车上你有炼珠 车上带着佛教的标志 那你就要守规矩 不要迫害到佛教 所以穿起这个出家衣服 或是袈裟 你就代表三宝 人家不会说你出家光一天 像各位你现在走出去 像以前我们办短期出家 他们夫妻一起来参加 然后又带小孩 他们晚上就跑去超市买东西 他超市眼睛瞪那么大 就问我说出家人有太太 因为他老公李光头了 他太太待在身边还牵个儿子 我说这个短期的 以后不准出去 别人去就好 因为你出家带着太太小孩 人家还问我 怎么回答我都不会 因为你出家一天你就代表出家人 他忘了对不对 不小心还跟太太老婆破坏佛教 所以我们以前连短期出家都不跟太太讲话 离得远远的 乃至八观灾界都如此 就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特别各位穿的衣服 不是来度假的 是来修行的 要时时时刻刻刻注意 讲话的语气什么都要注意 就像那一天我看到有人在床上一躺还翘着二郎腿 所以你躺在床上 你要学出家人怎么睡 怎么走路 要是因为你做的不好 别人就起心动念 对不对 别人就觉得怎么这个样子 那各位这个习气就是要别人提醒你 那你要接受 各位今天受了八观灾界 又发起了出离心 参加短期出家 沙咪十戒 又参加了长寿华会 又得我们巴黎等波切慈悲的灌顶 开示佛法 所以希望大家把生活这么样的忙碌 却非常有意义 因为世间的黄金珠宝 虽然感觉不错 但毕竟呆也带不走 不究竟 也唯有虽然短短的一天 还不到半天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善事 而且今天还共生 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想完以后 如果有姻缘 看好场地 要做严供 好不好 多么有意义 而且现在肚子会不会饿 早就放下了 所以你看晚上不吃饭 还真的有时间 头脑清楚 也不用浪费时间 肚子也不会撑撑 然后呢 又很容易入定 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 所以最好各位养成习惯 晚上 我平常就吃几口 这样就OK了 不要为了吃一顿饭 花了两三个钟头 浪费 当然了 没办法 像各位有家庭 那你当然不能这么做了 没办法 借这个机会 跟太太先生聊佛法 跟小朋友引导佛法 那是只好借由这个时间 但是如果你是 可以一个人生活 或不会干扰 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我修行了 我过午不时 那你老公不气死 那这家就不像家了 他回来干嘛 那当然各位的修行 要看情况 出家跟在家 当然不一样了 但是各位 如果像今天这样 就很好 所以有机会 多到寺庙 一个月去住几天 好不好 不要一直习惯 在家的习惯 一个月去 寺庙住个两天 住个四天 住个六天 甚至有一段时间 去住七天 参加法会也可以 或静静的也可以 静静的自己拜佛 反省 自己思维 慢慢会让自己进化 所以当然 像我 我出家 也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这个就是 因缘安排 算命的时候我要出家 摸骨的时候我要出家 通灵的时候要出家 拔杯的时候我要出家 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 猪婆菩萨安排 所以 所以我从小我妈妈带我去算命 说这个人头上一颗猪 讲话很厉害 我妈妈长大的时候 他讲错了 你都不会讲话 我说对 我小时候很少讲话 默默的 因为我哪有讲话的份 天天被骂而已 我爸爸 我爸爸24小时 只要他有精神都在开示 都在开示 这样 所以你根本没时间 跟他讲话 也没回答的机会 所以 但是原来这些 这些我认为护法神 会创造因缘 对不对 那如果我没有这个世间的磨练 再来出家 对我也没意思 对不对 世间的有跟没有 我都具足了 都黑白两道 都走过了 然后这样来学习佛法 就会很爱惜 也很有经验 对不对 很有经验 所以我到监狱 我去哪里 这些过程我都有了 所以 什么样的情况 我都面对了 那我认为这个 这个也是个安排 但是 不能执着 所以我想各位 对我来讲 我就希望各位 念一下 真出家 好不好啊 好 离很远 但是种个善梗 种个善梗 因为这个世间真的苦 真的苦 爱的越深 越苦 所以这个世间 没有一点快乐 但是出家也不是自私 空性 才是真出家 放下一切 不分别一切 然后呢 以这样子的 无分别的一切 去保护众生 去爱众生 如果你真想出家 你要问问自己 有没有这个动机 如果你没有这个动机 来出家 你也不知道干什么 烦烦恼恼 每天为了世间法在忙 忙来忙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不会修行 这一间寺庙给你 你也很苦 光扫地就翻脸 所以 然后你也不知道干嘛 对不对 所以 拥有这边 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 如果你有修行 如何善用这个地方 给人欢喜 就好一点 所以 当然呢 你懂了佛法以后 这个世界变彩色了 佛法不是叫你不要钱 不如心经是有钱 但是 以智慧来引导钱 来用钱 对不对 来利益众生 成为金钱的主人 而不要做金钱的奴隶 而不是说断灭金钱 知道吗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各位 你有感情 那你以对待你儿女 父母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 有情众生 把这个感情 扣到圆圆满满 而不是舍弃感情 知道吗 因为感情就是慈悲 这佛教里面 大乘的教法 是究竟的教法 但是各位 不要太复杂 不要太复杂 我是觉得 年轻人喜欢研究 喜欢参加什么会 什么会 在那边学了一大堆 很烦恼 你用不到 跟你没关系 佛法是要 跟你身心的进化 跟利益众生有关系 不要贪多 也不要懒惰 要使用 不要偏哪一个教派 我修汉传的 我修藏传的 我修南传的 你又把自己归类 那有什么用 因为佛法是对方 社会需要什么 这个就是不要把它贴标签 不要贴标签 不要归类 所以我认为佛法是一种 就是一种面对 面对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 这样就好了 所以不要归类 而且可以用的才学 帮助众生的才学 而不是一种 为了满足自己 或比赛 或赢过别人 或不能输别人 然后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 读到第一名 反正那个是为了 有所求的名利 第一名 那个学了都没用 跟做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佛法就像我今天讲 仁波切这样 让他的身心法位无边 他是个大成就者 所以他不会跟你讲 太高深的 或是浅 也没有深 也没有浅 就是使用 所以各位要用得到才用 用不到了 你学了也没用 所以也不用跟人家比 也不能贪 也不能疏忽它 这样吧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